其实男生之所以这么对女生好啊 其实最终还是自己感受好 金融 本身就是不平等的爱情 小伙子 你不懂爱 爱是对等的 爱是平等的 爱是相互的 爱是有尺度的 你都不懂 所以你要矫正 对于爱你要矫正 这一 第二个 对于你呢 姑娘 你的问题也很大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自由来自损失 你啥也不想失去 还想要自由 又要一个人全心全意 过度地对你好 然后我还要自由 你想啥呢 我们在面对一段 就这个人他在你身上压住压得太多的时候 你就一定会知道 我肯定要失去一些东西 所以为什么几个老师都在跟你说 你为什么不逃呢 你说我搬出去了 你搬出去只是在行为上 隔离了他对你的某一些管束 你并没有抗拒他对你那些所谓的好 所以 你看 爱 是相互之间建立亲密关系 既亲密 但同时又是一种关系 既然有关系 就必须要有距离 重新学习 如何向安 就这样